战亩的战亩 张佩明 后来的一路一路 战亩的战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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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佩免 来自广西北海 今年18岁 张佩免 出生在广西北海市河浦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张佩免的父母只是普通农民 那时候张佩免还经常帮爸妈分担农物 直到这个农村小伙 遇到他人生中的伯乐 他的语文老师刘家潘 我是因为我师父也是练这个的 小学的时候 在上那些体育课的时候 他也会教拳 然后慢慢就学 然后慢慢接触到了 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 刘家潘都会带着张佩免 以及班里的孩子们练体育和打拳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年少的张佩免深深迷上了搏击 他喜欢挥洒拳头的自由 我的启蒙教练 对我帮助非常大 可以这样说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这一路我非常感谢他 帮助了我打拳 还有做人的方面 都是他给我改善 给我指导了很多正的路 刘家潘也是逐渐发现张佩免身上的自由搏击天赋 他小学第一场比赛便以58秒KO获胜 12岁13岁14岁接连获得冠军 之后张佩免在刘家潘的介绍下来到了胜利人和俱乐部 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自由搏击之路 был让他准备了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什么心态 上场那一刻非常的兴奋 没有什么紧张感 紧张是有一点点但兴奋比较多 然后开打了之后就非常的放开自我 张沛勉出登职业赛场 点TKO对手 后在本土格斗赛事中不断刷新战绩 他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存迷熟知 会变为最强中学生 得到万的邀约你的心情是什么 那一刻那时候刚好是过年 然后那一刻非常激动 然后就年都没过就去森林河备战了 真正让战斗机名声大噪的是张沛勉在万冠军赛中一国选拔赛 萨鼓努力全开中的表现 他作为身高163公分草量级踢拳赛四位竞争者中最矮小的选手 浪灵虚名 犀利的进攻特点让所有对手都为之震撼 最终他赢得冠军 赢得了走上万冠军赛国际擂台的机会 年满18岁的张沛勉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成人礼 正式开始走向新的人生 破壳而出的战斗机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会变 万冠军赛是最强者的舞台 张沛念即将迎来职业生涯最艰巨的挑战